哇靠 你看你直播了喔 对啊 哇靠 你啊 刚才第一次到 我就开始恋恋了 新年快乐了喔 认真拿分 天线 小鹿 ZJ 嗨 老K 嗨 荧幕外面 还有PCG Store 阿源 嗨 阿源有在打卡牌了就知道了 台湾的世界冠军就是他交帅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拜开卡包 闪色宝藏PX 谢谢今天的赞助 PCG Store 以及元气满屋 让我们今天有8合80包 可以来跟大家happy happy咯 买卖 都上TG去Store 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老板长得很帅 第一个回合 来比谁比较欧洲 一人拿两包 好 你们开到的 都是你们的 所以说大家要拿出全力来开 好 陆地追母 YX 好 所以两包就顺眼这两包啦 哦 哦 听到很多哦的声音 还有听到哇的声音 哦哇 我开到一张问卷调查 哦那是开得不错 真的我也觉得很棒 先给各位观众看一下我这回合开到的 陆地追母 YX 啊 我抽到聂凯啦 那我另外一张是超年燕陀 他也是这次新书的牌 他的特性是 对方加一个无能量 牵制对手嘛 没错 有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这个回合的 我要给观众看哦 你觉得不错是不是 相对不错 3 2 1 开 哇 哇 终于是新书的 哈哈哈 有利在这个地方 就有陆地追母 新联系 没错 我跟阿元开了四张陆地追母 我这边有一张这次新书的卡 模拟你 他这个会是他把九张图就是 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 这是最后一块拼图在 哦 是哦 不错不错 然后其他有这个 皮宝宝的 哎哎哎哎哎哎 真的不错哎 密勒顿的新书 你要对这个有没有卡 我也是这个算是珠子的这个人气牌 哦呦 扑扑海豚 扑扑海豚 你这样还不错哎 包包都有好卡 甚至对那个海豚侠智有 AR版本 对对对 小鹿抽到梦幻EX 没错 大家的运气都不错 那我们请阿元 这个活动的裁判 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回合是谁要来 送出我们的祝福 开的最好的是我们的阿芬 耶 符合游戏规则 抽得最好的人 要把这个好运分享出去 准备了一些龙年的吉祥话 要送给大家 看狗 不要吐槽 不要吐槽 我也要看 祝大家新的一年 在龙年都可以抽到 黑色蓬火龙 耶 耶 第二环节就是要送红包 以实用性而言 这回合是老K要送红包 恭喜 老K想不想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的观众拜个年 哎呦 那等一下如果万一下一回人 你就没有吉祥话 都会想要用票吗 准备多一点好不好 你刚刚直接把我准备的那个 最好是啊 你根本没准备吧 我有想到奔火龙 他可能就没有准备 你这样有我只能坐在他英波龙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来开我们的第二盒 跟那个荧幕前面的观众分享 我这边抽到什么 哎呦 这边出一张色舞 还要在那里面 你这张还是明星宝可梦 又来了 那个色舞 对啊 每包都有 天线那边好像觉得抽得比较好 哦 条线长 大德来了大德 哇 异色 金光花EX 因为他同一包直接给我不赢 金光花 一只光 刚看颜色也会是梦幻 对啊很像很像 或是大袋 蓝色的 对 这边不错 对啊好看又 喷火龙BB鸟 异色的BB鸟 我觉得就是很适合送大家红包 有啦这个是新的图 很多人喜欢他 行 啊你来看一下 对 我这个也是蛮有机会送出去的 哇你又把马屁贵 你又百变 这两张都是辛苦 对对对 五千爆也是辛苦 对对对对 哎我有疑问 这一次的这个PocoRom EX 它的卡面是有点浮雕亮 转的感觉 一直都亮转的 一万家 一万家 因为我 就是像是这种EX卡 跟太金化的 太金化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哦 稀有度而言 要讲吉祥话的是我们的 我在看小草 哈哈哈 祝大家 新的一年龙年 新的一年 不管是元气满物啊 然后在这位各位冲投者 或者是镜头前面有做生意的 还有TGG Store 大家都可以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你要不要也跟大家拜个年 好呀 机会难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龙年行大运 耶耶 谢谢小路 你是不是觉得太简单 我有一点想吐槽 但是想我算 对 祝大家可以裁员广进 他数钱数到合不容嘴 合不容嘴 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东西 今天我们的赞助厂商 TGG Store 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要抽奖就是 有东西吗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才有啊 厂商代表君也来到了现场 来到现场 谢谢 投降了 投降了 TGG Store 相当之赞 机幻式卡牌 交易平台 在下面有连结 因为这边的卖家全部都是经过审核的 所以你不用怕被骗 很多人在FB上要被骗嘛 那以卖家来讲 这边的手续费很低哦 比虾皮还低 聪明的人都是在TGG Store 交易的 还有要追踪的YouTube频道 现在是 阿元 以及台湾世界冠军 一起在跟大家分享 宝可梦卡牌的攻略 按赞 按赞 有一个新的环节要 没错 我们这边要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在场所有人都可以玩 这个题目是我跟阿元一起出的 第一题 像大家都知道 宝可梦世界有很多宝可梦 就是长得不像龙 但是是龙系 然后长得像龙 却又不是龙系 所以我们要问 下列哪一只宝可梦 不是龙属性的宝可梦 下列只有一只哦 不是龙属性的 不是哦 然后可能会有人偷看聊天室 不是啊 看聊天室都能看的 不是啊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每个答案都有 都乱猜 什么都有 有人觉得是A 有人觉得是B 有C的 也有C的 D比较多 我选A Z Z Z 怎么了 我有一个枪梦 VJ觉得第一题的答案是A 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因为它名字是四个字 OK 所以我觉得什么理由 有理有理 所以我归纳 好像可以 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不是龙 朋友下班好吗 小鹿 小鹿 而且超大A 因为它是龙头地鼠 它是鼠 哦 有理有理有理 它讲龙头 不是 我是A C 选一个啦 我知道B跟B都是龙系 博托系我不太确定 那刚刚因为天线说他知道答案 一样A 它是钢鼠心跟地面竹 哇 这么细节 细节答案 龙头地鼠 没错 答案就是我们A 龙头地鼠 耶 恭喜大家 继续来开箱咯 第三盒 这一次呢 最厉害的就是喷火龙嘛 Side我知道也是蛮多人喜欢的 还有梦幻 还有梦幻 还有梅幻 还有米卡丘的异色 米卡丘的异色 圆图的话我知道还有奇数 它的图是比较不一样的 它的蓝金系列也是蛮有看法的 先讲吧 我们就直接选了啦 直接选了 我先跟观众分享我这边抽到的 有了吗 太惊化了 有人敲桌子了 敲了啦 敲桌子了 非常有自信 没错啦 抽到了是这样子 我放弃的 给大家看一下 你让他们举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没有可别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一弹除了一般的卡 还有这个碎闪 它就每一张这个 小鹿的弹 赞哦 这一张活框也是新的 真的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好像还不错 动机老师也是是不是 动机老师是换图 这个是新的效果 新的效果 它的特性是不会瘦得好 那就加5分 加5分 小鹿小鹿 哎呦 小鹿这边好像也蛮豪华的 鸡鸡龙 打那个骨剑爆会用到对 天线说他抽到蛮好的东西 你看过了吗 你自己看过了 好 陆地水母 EX 哦 套可丁 哎来了 哇 这个 这个片 哦是直言人 哦 贴切的方式去私下调查 我就直接揭晓啦 哦 来咯 首先是我们的 鸡可兽 异色的 鸡可兽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 哇 万强年鸟 这是我们第九世代人气最高的 连天线赢 是吧 龙年嘛对不对 没有错 今天是龙年 竹子的两只宝可梦也是龙属性的 那我先来蜜勒顿 哦 吸了一年啊 呃做事情都可以摆蜜而无意输 哦哦 那接好接 好接 紧接着我们又要来 哦 问答啊 这个是反过来的 是龙属性是不是 这一题要看清楚哦 是龙属性的宝可梦 是下列哪一只 好难哦 宝可梦世界很多 长得像龙 却不是龙的 焦火龙就是里面最有名的 就是它是飞行系 总分最高的呢 可以拿到 黑喷 我我选C耶 你有知道哪一只属性吗 可以先删掉谁吗 我首先会删掉话题 它是延迟系跟飞行系 它也是宝宝豹 是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A B C 都有一些属性 是这样带属性 就是宝宝是最干净 最纯洁 比较干净一点 马上合理的推测 对 有乐带龙看起来绿绿的 我也是选那个宝宝豹 为什么我想知道 ACD都是化学的宝可梦 所以他们一定感觉 我记得到会带一个严属性 想说那宝宝豹 岩子属另外 会不会另外一个是龙 老K 你就不公布我的答案了 为什么 刚才我这边是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在讲答案的时候 这边已经偷偷在加分了 哇 所以我已经知道我答案是错的 不意啊 我猜的是B啊 乐带龙 这一题的答案是 网红 网红 龙跟岩子吗 是 当初也是蛮有名的 就是被把阿蘇变的网红 蛮有名的一个网路梗 就是他在初代的时候 是龙死者 但是他其实大部分的宝可梦 都是飞行系的 分火龙啊 化石一龙 暴力龙 都是飞行系的